好吧来我说一下孤颈 因为刚刚有同学说 很多同学说这个孤颈不太好唱 您看为什么 首先好 它在一个高音上 而且是 它有个这样的跳跃 好那么怎么办 大家还是跟着尚老师的思路 我说了 我们跃到高音的时候 您向下一个作用力 大家可以试一下 您看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到高音 我要向下一个作用力呢 同学们有没有知道的 我为什么偏偏到高音的时候 为什么不应该 越到高音 您应该越向上吗 我为什么偏偏要 我为何要这样去做呢 哪位同学来给 这个尚老师回答一下 知道的同学 咱们都可以在公平上 回答一下尚老师 对抗 好 对抗 对抗产生 那为什么 我这个音 它是在高音上 我为什么 这个只是仅仅单纯的对抗 我为什么高音的时候 我要往下走呢 我为什么说 大家能不能再直白一点 对抗 可能有的同学不太清楚 有的同学 尤其西兰的同学 可能不太明白 越若无体 越牙若枯极 其实对抗 上上下弹都对 给气啊 好 其实我还是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声音 永远都是一个 向上反射的一个结果 我们声音的结果 其实它是反射出去的 并不是说 哎呀 这个音 这个音很高 我要 它越高 我要越向上去够它 大家可知道 声音可不是我们 能够 自己能够控制的 或者是自己能够找到的 越落物体 越压落 我的压强下去 我这个 我这个压力给下去 产生压强 我下探的作用力 产生了 我腰腹的一个压强 这个时候呢 我的气息打上来 我的才能碰响声带 对不对 好 那么声音 我探的越深 我的声音 它越往上走 反射的越高 同学们 这个应该 你看啊 越落物体 越压弱 枯极 大家能明白吗 通过我又做了一次示范啊 我应该不会是 我应该是